哇~~好臭啊 哇~~好爽啊 鴨鴨一定要這樣嗎? 又濕又髒 我不是才前天才換而已嗎? 到底有什麼好辦法? 到底有什麼好辦法 可以保持幼鳥香的乾淨 不髒亂 因為太髒亂 會導致幼鳥生病甚至死亡 其實答案就是 幼鳥香的電料 怎樣選擇好的電料 電料的最佳秘方配比和應用時機 讓我養鳥的實戰經驗告訴你 大家好,我是專人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都是鳥室的節目 什麼是好電料? 好電料有三好標準 第一 對鳥寶好 第二 對市主好 第三 對口袋好 幼鳥寶寶 在草裡的時候 可以說 吃、喝、拉、殺、睡 都在裡面 不管是在自然界 或是在人工的草鄉 都是如此 只要資生鳥有 有過繁殖經驗的話 當你從草鄉抓出幼鳥寶寶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哇! 那草鄉 能多張 就有多張 有些甚至還有小蟲 有些甚至還有小蟲 不要怪說 鳥射四肢肮肮 其實 這都是自然現象 有過此經驗的鳥友 認同的話 下面回覆留言 打上 認同 加一 話說回來 既然自然界如此 人工朝香 也是這樣 那在飼養幼鳥的話 幼鳥像肮脏 也屬於正常的了 嗯 硬要這麼說 也對啦 可是 你有更好的方法 畢竟 幼鳥香乾淨 才不會有生病的風險 幼鳥香乾淨的容易度 和你所選的電料 佔了非常大的關係 以我養鳥經驗總結 只要電料能符合三好條件 養出健康白白胖胖的幼鳥 你也輕鬆做得到 第一 對幼鳥好 就是環境要乾淨 不潮濕 環境潮濕 會有滋生黴菌風險 對幼鳥的呼吸 或是腸胃都有影響 潮濕也會導致羽毛濕潤 影響到皮膚 有可能讓皮膚潰爛之類的 別忘記 如果電料潮濕 也會失去電料的保溫功能 假使天氣一冷 又鳥又沒保溫槍的話 很容易失溫死亡的 第二 對四足好 適當拉長 四足在更換電料的周期性 大約在二到三天更換一次 比較適當 要是在五小時 或是十小時換一次 那是非常考驗一個人的耐性 如果你想要挑戰自己的耐性 你把電料換成衛生紙 你就可以知道了 第三 對口袋好 好用電料千奇百種 不是貴的就比較好 也不是便宜的就比較爛 因為電料是消耗物品 在更換的同時 也是需要考慮到 每個人口袋的感受 在更換電料與口袋 money一定要平衡 不然 羊鳥會很難過 幼鳥寶寶也很難受 除了上述疾點之外 幼鳥輕者生病 重者死亡 也可能造成終身殘疾 電料的錯誤選擇 引發對幼鳥 腳 腿 鳥爪 的發育 也會影響 脚部變形 鳥爪 三前一後 鳥爪 魷魚絲 腿部 單腿劈腿 或是雙腳劈腿 或多或少 都跟電料有關係 其實 在我的養鳥經驗裡面 電料的使用 並不是一種 從頭使用到尾的方法 而是會依照 季節 室內溫度 和 幼鳥大小 再根據電料的特性 去搭配使用 非常地跟手 我們是一個專注鸚鵡飼養教學 鳥舍管理 及繁殖富裕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 我們的每一期更新 阿 俗話說 鋼鴻一點拐 公牌無價錢 其實 電料的使用秘密 一點都不難 我們無非想在 幼鳥箱 保持乾燥 不潮濕 然後讓這個狀態 維持比較長的時間 抓到重點了嗎 拿筆記一下 關鍵字 乾燥 不潮濕 維持長時間 電料的使用 和它本身 物理性質有關 電料之所以能除臭 除濕 和抗菌 是因為 吸水性 或排水性有關 這兩者性質 是相抗的 我就拿我常用的電料 來做實驗給大家看 如果你有其他材料 可以有吸水性 或排水性 你都可以試試看 之前我們發了一部影片 用鈕箱抵床電料 介紹了常用的電料種類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喔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週四小時 洗水性 和排水性 就是我們最需要 了解電料的特性 電料的保溫特性 只要電料乾燥 或多或少都會有的 少數除外喔 接著 進一步來實際應用了 你以為 把單一電料鋪下去 用鳥潮箱就好了嗎 NO 那是先手的做法 我來教你 高手的做法 萬物不離其中 先法就是 不單一使用 取其優點 互補缺點 講人話就是 我們要混合使用電料 下面會列出 三種電料的應用方式 沒有絕對的好 也沒有絕對的壞 看哪個比較適合你 你就用哪一個 電料的秘密 就是它的物理特性 如果想知道 電料個別優缺點的話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我使用最佳電料配比 和應用時機 本來這電料實驗 已經被我刪除 因為素材收集太多 放同一集的話 會拖太久 我朋友看過 說不錯 可以再用一集時間 來簡單講一講 如果你也是好奇寶寶 有著追根究底的心 在底下留言 快出電料實驗 相信很快就會出片的 萬用款 CP值高 電料準備 報紙鋪底 稻草 木屑顆粒 比例可以1比4到1比2 看用鳥的多寡 直上直下 抓料混合 讓木屑顆粒 混合在稻草層之間 切記 不要用大鍋炒的混合方式 會讓木屑顆粒 卡在電料底部 降低使用效率 降低使用效率 使用新的 這款電料 配方比例 是我用過最滿意的 有時候 還會忘記更換的週期 因為 因為實在沒啥味道 建議更換的時機 情況1 假如沒啥味道的話 定期3到4天 更換一次 情況2 如果天氣潮濕 或是幼鳥之數比較多 可以看木屑顆粒的崩解狀況 如果你的幼鳥箱 跟我一樣是透明塑膠箱的話 也可以看底部報紙的潮濕度 來決定是否更換 情況3 若是聞到味道 就是即將環境崩潰 趕快換了啦 使用過的電料檢查 原本用過的電料 都是直接丟掉的 為了大家 犧牲我自己 表演 攪鳥石給大家看 首先 可以看到 上層有稀疏的乾稻草 根據物理性質 上層物體 都是質量輕的 或是體積大的 下層就會 相對質量重的 或是體積小的 所以 收木砂顆粒 經過人工混合 和幼鳥踩踏的關係 就會在電料的中下層 不會在上層出現 假如幼鳥大變了 稻草可以引導水分 到中下層的松木砂顆粒 或是下層的報紙 松木砂顆粒 遇到水分 就會吸水崩解 也因為稻草體積的關係 崩解後會散落在稻草空隙之間 讓電料有層次 而形成下層濕度 會大於上層 這樣讓上層保持乾燥 乾燥的稻草 也可以提供保溫效果 這個秘密 也是我用了好久 才發現的 不怕你學 分享給你 就算有這樣的優點 只是延長更換週期而已 還是要注意更換電料的時機喔 上述電料密招 已經可以覆蓋90%的場景了 有朋友跟我說 這麼麻煩 放單一電料不行嗎 有放木屑片的 有放松木砂顆粒的 有放稻草的 都是可以的 只是 嘿 大家好 我是專人 我們今天到我們的鳥舍了 歡迎收看 都是鳥舍的節目 我們是一個 專業鸚鵡飼養教學 鳥舍管理和繁殖技術 討論的地方 請幫我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 你日後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更新啦 電料太單一了 導致吸水效率和滲透率都是一樣的 要不積水 或是整個電料都濕透了 不信 給你看看我試過的結果 有木屑片的 有收木砂顆粒的 有收木砂顆粒的 有稻草的 是不是我的混合電料優秀多了 另外 還有夏天版本 報紙鋪底 木屑顆粒 網片 使用新的 使用新的 如果你養幼鳥的位置 夏天比較悶熱的話 可以使用網片 架高鳥堡 會比較通風 然後在下方 鋪設吸水電料就可以了 有些鳥有 只架網片 再用水沖洗 那也是可以 如果鋪了木屑顆粒 和報紙鋪底 會讓你環境撐久一點 更換時比較方便 輕鬆 注意事項 要用網片之前 確認鳥堡 是否會用鳥爪走路 這樣就不會卡進去網格 假如還是用走步走路的話 有可能 走步會意外 卡進去網格 導致後天性的腳步變形 這點非常的重要 五毛階段 幼鳥版本 鋪上紙滑墊 碎紙段 使用新的 這階段的幼鳥 大便量很少 用碎紙段 也不會撕爛 又可以防止 幼鳥誤死 鋪指滑墊 是因為幼鳥 如果底部太滑 有可能會讓腳步 長期在不正確的姿勢下 導致生長變形 導致生長變形 帶幼鳥開眼後 就可以汰換碎紙電料了 這時候務實機率就比較小 好保留 好保留 的分享 唯一目的 就是讓大家的幼鳥 可以健康長大 在養幼鳥的時候 記得 一定要請換底床電料 定期更換 給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影片一開始提到的人工潮箱 在裡面的底床電料 可以跟我們幼鳥鄉用的一樣嗎 還有 當幼鳥出生後 需不需要固定時間 幫他們更換人工潮箱內的電料呢 我的答案是 可以用一樣的 但是 人工潮箱電料的選擇 我們會再出影片跟大家介紹 當幼鳥寶寶出生到出草 都不需要更換 避免打擾青鳥餵養 我們就來試試看囉 來 寶貝們 Let's go 來出來 撞到蟬咧 來 扁扁 來看看會不會飛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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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有嗎 有嗎 這 有嗎 有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